前不久,我国投资总价值近1300亿元的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投入使用,不免让国人都兴奋一把。 然而,我们在建造这座长达55公里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时,却是有很多辛酸苦楚。 曾经,老外工程师吃定我们造不出,想要讹诈我们一笔石,我们并没有让他们得逞,随后就用事实成功打脸他们。 十几年前,我国的基建技术不像现在这么强悍,我们在2004年建造港珠澳大桥遭遇了非常大的技术难题。 当时,我们就积极向正义领域的技术强国荷兰寻求帮助,可是荷兰的工程师吃定我们造不出港珠澳大桥, 直接狮子大开口,开价3000亿,他们全包了,而这一价格超出了预算。 随后,我们提出让他们为海底城管隧道建设提供技术指导时,他们漫天要价,直接开口3亿元咨询费。 这下直接惹恼了大桥建造的总负责人林明,既然老外不愿意,那么咱们就自己造。 没有技术和经验,完全从零开始,世界多国也准备看我们的笑话。 不曾经想,我们成功建造出了港珠澳大桥,尤其是攻克最难的海底城管隧道技术,成功用实力打脸外国人。 更为重要的是,花费还不到1300亿元,比荷兰方面提出的报价足足少了一半还多。 这下老外们有些懵了,他们低估了中国人的实力,同时核心技术只能靠自己。 如果你没有这项技术,那么别人会把你憋死,反之如果拥有,别人就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你,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。 港珠澳大桥所处的地区每年都会遭到强台风的袭击,尤其是今年的超强台风山竹,光顾了还未全面通车的港珠澳大桥。 但是大桥扛住了考验,因为我们在建造之初就已经做好台风光顾的准备,同时我们建造的大桥并不是外国建造的那个被八级风吹倒塌的桥梁。 与此同时,有人疑问,如果解决香港、澳门、珠海三地不同的交通方式不一样的问题呢? 不得不说这个问题非常关键,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,那么就存在碰碰车的状况。 而我们的工程师就在大桥的香港和澳门所有出入口接线处,架设立交桥改变行驶方式。 不管是珠海地区的车辆进入香港、澳门,还是香港、澳门车辆来到珠海,都需要通过立交桥转换即可。 港珠澳大桥的通车加快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,促进彼此间共同发展。